大家好 欢迎收看《河马金talk》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圣伤》 盘子里吃剩的鱼骨 床上传来的压抑痛苦的呻吟 卫生间里还残留着没有及时清理到的死鱼 墙上贴着扭曲黑暗的画 窗外的建筑上写着哈利路亚 直到永远 电影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为我们拉开帷幕 生性冷漠残忍的李江道 靠着替人收高利贷卫生 每天的工作是向各路欠债人所要 这对一个人生活的李江道来说 无疑是他生活的全部 欠债人总是对李江道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恐惧 上一刻还在对妻子名字 质疑气使的欠债人 见到李江道时变得唯唯诺诺 欠债人的妻子 为了恳求李江道给自己丈夫多一些时间 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 可名字受了侮辱 却依旧没有为丈夫换来时间 残忍的李江道用机床搅去了欠债人的一只手 新鲜的血液 黄昏的流长 门外使名字绝望的哭喊 李江道默认地走出 低声唾骂 欠债不还的名字符符是垃圾 然而一个女人的出现改变了李江道的生活 画面一转 李江道买了一只活鸡回家 脚下一滑 他失手放跑了鸡 再起身时 一个短发红裙的女人出现在李江道面前 女人提着 从李江道手里跑掉的那只鸡 用一种李江道看不懂的眼神注视着他 说不清楚 是悲哀 亦或是怜悯 镜头再转 那只活蹦乱跳的鸡 早已被拔光了矛盾在锅里 李江道核对着今天的工作 却忽然传来了敲门声 警惕的李江道拔下墙上的匕首 然后打开门 看到的是那个在露像里遇见的短发红裙女人 二人并无一句对白 女人任由李江道反复用门夹着自己的手 却固执地坚持要进屋里 李江道似乎也拗不过女人 而女人冲进屋子坐的第一件事却是 清洗李江道堆在水池里的碗 李江道诧异地质问着女人在做什么 又见女人已经利落地开始打扫房间的卫生 愤怒的李江道将女人推出了屋子 却发现女人一直跟着她不肯离去 甚至为她捡回了她丢在屋外的匕首 晚上李江道躺在床上辗转难眠 她向窗口望去 女人竟然依旧待在路边 而第二天早上 李江道发现女人在她门口等了一夜 女人喊住了李江道 说身为母亲的自己很抱歉当年抛弃她 为了求得李江道的原谅 女人对着李江道跪了下去 李江道愤怒地一遍遍扇着女人耳光 女人颤抖着 继续祈求李江道的原谅 她像一条尾巴一样跟着李江道 李江道这一次的欠债人是太盛 她当着太盛母亲的面殴打还没有还钱的太盛 女人尾随李江道后 她目睹了这一切 随后李江道带着太盛来到废弃的大楼 太盛被李江道推下楼摔断了腿 女人还是跟着江道 她认为李江道残暴是因为自己当初的抛弃 李江道扬言要杀了她 女人却不畏惧李江道的恐吓 摔下楼的太盛痛苦地哀嚎 而李江道为了让太盛彻底残废好 拿取太盛的保险金 又上前补了一脚 太盛躺在地上咒骂着她 诅咒李江道被火烧死 连灵魂也一起被烧死 这时 红群女人忽然愤怒地走上前 再一次狠狠地踢向太盛的沸腿 命令她不许诅咒自己的儿子 李江道纹身回过头去 女人又恶狠狠地补了一脚 录像里 李江道再次命令女人不许跟着自己 女人却一脸温柔地 问李江道晚上吃什么 当女人再次扣向李江道的家门 她带来了一条新鲜的鳗鱼 为李江道做晚饭 李江道看着她不为所动 这样的李江道让女人甚是伤心 她丢下鳗鱼 离开了 红鳗鱼从袋子里爬出 一路滚落台阶 李江道捡回了女人带来的那条鳗鱼 将她放在了鱼缸里 鳗鱼的身上 附着一张卡片 上面有女人的名字和连续方式 那个字称李江道母亲的女人名叫张美轩 张美轩的出现 打开了李江道世界的另一扇门 抑或是撞破了她封闭已久的心 李江道开始改变 她不像从前那样冷漠残忍 当欠宅人的家中只有一位年迈的奶奶和一只兔子时 李江道也仅仅只是带走了那只兔子 半夜回到家的李江道喝多了酒 拨通了麦鱼身上的电话 她打给了张美轩 那个字称抛弃了她30年的女人 张美轩打乱了李江道原本的生活轨迹 李江道拨通了电话 张美轩对着电话唱起了摇篮曲 张美轩原来一直就在门口 她含着泪给李江道唱完了歌 令人意外的 这一回李江道没有关门 为了让李江道认可自己 这个母亲面对李江道的无理要求 张美轩居然全部承受了下来 李江道侵犯了她 这个男人将自己30年来的愤怒与不满 全部发泄在张美轩身上 第二天清晨 张美轩捞出了李江道养在鱼缸里的那条鳗鱼 脸的温柔她表现得就像一个寻常人家的妈妈 为儿子做早饭一样 李江道拿起墙上的匕首走出门 却又停下 隔着门缝悄悄看着里面那位母亲 张美轩还是一脸温柔的笑着 直到关门声响起 路过女装店时 李江道看了很久 最终为张美轩买了一件大衣 张美轩在家里为李江道准备了饭菜 饭桌上 张美轩一边知毛衣一边听李江道询问过去 李江道的声音不似从前那般僵硬 她告诉张美轩 这是她最后一次工作 问她有没有想要做的 有没有想要杀的人 张美轩置毛衣的手 顿住了 李江道撕去了墙上那幅扭曲黑暗的画 趁着李江道外出 独自在家的张美轩偷偷翻看了李江道的记载本 却哭了出来 然后在李江道进门时很快地掩藏好情绪 墙上靶子的中心 原本是那幅扭曲的画 现在替换成了张美轩的照片 李江道与张美轩交谈 言语间提到了复仇 李江道意识到 自己这些年得罪了太多的人 而现在家中有了张美轩 她紧张地叮嘱张美轩 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又一样要及时打给自己 她显然已经接受了这位母亲 并把她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人看待 张美轩牵着李江道走上大街 在人群中 李江道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二人来到餐厅 像寻常母子一样为对方食物 来到食品店为对方挑眼镜 李江道的笑越来越多 她贪婪地享受了张美轩带来的温暖 开心而又极易满足 李江道像一个孩子一样 拿着气球与小丑嬉闹 感受到了自己从未受过的快乐 人群中的一个年轻人嘲笑李江道 被张美轩听到 她上前扇了年轻人两巴掌 不许任何人说自己儿子不好 李江道急忙保护自己的母亲 这一切被路过的乞丐看在眼里 这个乞丐正是当初 被废掉一条腿的泰圣 泰圣都看在眼里 趁美轩外出是绑架了她 李江道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泰圣大喊着让李江道跪下 李江道高举双手下跪 嘴里说着不关妈妈的事 报仇心切的泰圣 想起了当初要烧死李江道的话 要李江道把油浇在自己身上 慌张之际 美轩咬伤泰圣 李江道看到了时机 将匕首插入了泰圣的胸膛 李江道对张美轩说出了自己的不安 她担心张美轩会忽然消失 而经历了温暖的李江道 已经回不去从前一个人的生活 张美轩告诉李江道 今天是她的生日 要李江道买蛋糕回来庆祝 李江道以为 母亲一直在吃的毛衣 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将毛衣比在身上才发现 有些小 张美轩没有作声 只是又把毛衣拿了回去 李江道买回了蛋糕 却不见张美轩的行踪 她一个人孤单地坐在昏暗的楼梯口 就像那个三十年前被抛弃的孩子一样 孤独脆弱 张美轩抱着那件毛衣 打开了一扇紧锁的门 屋里像是一间库房 中央摆了一个巨大的冰柜 张美轩打开冰柜 然后趴在上面发出痛苦的哭声 像一只老鸭 声嘶力竭地呐喊 却无力回天 李江道担心张美轩会被报复 却找了曾经放高利贷的老板 他跪在地上 祈求老板把母亲还给自己 老板猜测 是被李江道搞残的欠债人干的 他只让李江道收钱 没让李江道把人搞残废 一切是李江道自己的报应 老板对李江道的评价是 杀人恶魔 李江道回到家中 慌张地翻着自己的记录板 在这时 他听到张美轩回来看门的声音 张美轩对自己的去向闭口不谈 他默认为李江道点燃了蜡烛 两人坐在桌前 张美轩为李江道唱起了生日歌 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他想李江道为自己种一棵树 李江道就为张美轩在河边种下了松树 张美轩笃定地说 一定可以成活 并告诉李江道 如果自己死了就埋在这棵树下 李江道生气地让张美轩 不许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张美轩平静地告诉他 每个人都会死 第二天一早 李江道来到河边微笑地给树浇水 张美轩此时在家里自导 自演着一场好戏 他装作有人闯入的样子 惊慌地给李江道打去电话 然后对着电话一通叫喊 边叫喊 边砸李江道家的东西 李江道惊慌地赶回家 却发现家中一片狼藉 母亲不在了 张美轩刻意布置成有人寻仇的模样 任由李江道活在恐惧之中 李江道对着吉祥本 一护一护地去寻找曾经的欠债人 甚至追回了欠债人的老家 而欠债人死得死 残得残 他面对着一次次找不到母亲的失望 自己良心地谴责 背后遭受着那些 因他而遭难的人的怒骂与诅咒 李江道还是找到了 那间藏着张美轩秘密的库房 冰柜里是四件的鲜血 却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轮椅上以空无一人 神挂的铁钩链上 缠绕着几绿头发 李江道翻看在库房里的一本日记 然后坐在轮椅上 疲惫不堪地昏了过去 张美轩这时从暗处走出来 谜底揭晓 他的儿子向九 因为受到李江道的迫害而死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等待时机 为自己的亲儿子复仇 他眼含恨意地看着李江道 质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他要让李江道也体会到 失去亲人的痛苦 李江道紧闭着眼睛 眼角流出了泪水 张美轩深知自己在江道心中的 重要行为了刺激李江道 张美轩找到了李江道的老板 什么也不说 只是一掌一掌地 扇着老板的耳光 在老板发怒时 他拨通了李江道的电话 听着张美轩的喊叫声 李江道大喊着妈妈 估算着李江道赶来的时间 张美轩爬上了废弃的大楼 望着松树苗的方向 轻声喊着儿子向酒的名字 在这里他要结束这一切 从头到尾都是骗局而已 他要让李江道连灵魂也一同死去 张美轩颤巍巍地站在边缘 哭着向向酒道歉 这一刻 他竟然在心疼李江道 悲伤向张美轩袭来 他哭着说李江道也很可怜 看着江道喊着妈妈跑来的身影 张美轩做出了被人胁迫的样子 江道抬头看着母亲 他俯在地上祈求他们杀了自己放了妈妈 张美轩同样气不成声 然后一头栽了下去 河畔只剩李江道绝望的喊声 在一片雾蒙蒙里 随着张美轩一同离去的 还有那个可怜人的灵魂 李江道遵循嘱托将张美轩埋在松树旁 却挖出了向酒的尸体 向酒身上穿着那件张美轩织的红白相间的毛衣 李江道脱下了向酒尸体上的毛衣 把那件小的毛衣穿在自己的身上 与向酒一起依偎在妈妈的身边 梦里的江道终于可以抱着妈妈入睡了 毛衣是妈妈留下的最后的温暖 李江道听话地埋葬了妈妈和向酒 认真地给松树浇了水 将自己用铁帘勾在了名字的车下 这个曾经被自己侮辱过的女人 不曾发觉的名字启动了货车 悲壮苍凉的音乐响起 一条血迹长长地拉开 不知会衍生到哪里 远方的冬夜 太阳还没来得及升起 我很久没有从这部电影里缓过进来 也不知道我的表述 能否表达这部电影所传递的情感和意义 张美轩是救赎李江道的天使 也是把李江道推入无间地狱的恶魔 他若不曾出现 李江道的世界里便没有感情 因为拥有过 才会有最致命的抛弃 张美轩势在复仇 却恰恰有着李江道一样 万劫不复的灵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去看看原片了 最后听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给爸爸妈妈点赞了呢 你也记得订阅哦 爱你 么么哒